第四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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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說了 好像說不完 好,繼續 剛剛講到 上一節說到 我們有些人會不停處於 有固定的狀態 為什麼呢? 如果我講得更深入一點 因為剛才時間好像很短 但現在充足的時候 我就再講深入一點 就是當我們 不停在我們的原生家庭 去接收一些 情感 他們給我們的價值觀 給我們的感受 其實這些全部都是一個 電磁性的震動 什麼叫電磁性的震動呢? 就是我們這個世間萬物 所有東西都是原子分子 所組成的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的身體 器官 每一張桌子 所有錶 皮膚 全部都是細胞 細胞再細一點 再細一點 退到最細 就是原子分子 而原子分子 就會有一個 它自己不停有一個 自己的排列和震動 而形成一個不同的狀態 好像我們說話的頻率 都是一個震動 為什麼你會聽到我說話 因為有聲帶上的震動 其實這個 一直發放出來的 都是一個頻率 一個原子分子的頻率 而這些頻率 是有存在電磁性的 OK 而我們呢 為什麼我們會生存在 這個三次元的地球呢 很有趣 因為我們有南北極 OK 而這個南北極 會製造出什麼呢 就是磁場 OK 這個是我們地球獨有的 OK 而這個電磁性呢 加上磁場呢 就會出現一個什麼 雙吸和雙斥的一個運作 OK 而這個運作呢 就會好像剛才所說 不停這些說話 這些情感 一路由你小小的開始 灌輸到你的身體裡面 這個電磁性呢 就不停在你裡面加密 加厚 那所以呢 一路發放出來 都有一個存在 是這個電磁性的發放 那所以呢 很多時候人家說 吸引力發真是什麼呢 就是你這個電磁性的發放 一路發放出來的時候 因為有這個磁場 而吸引回相同頻率的一個 電磁性的東西呢 就會在你身上發生 無論人啊 事啊 物啊 感受都是 那所以剛才有 有這個觀眾就問 Pattern 其實為什麼會 怎樣可以突破呢 就首先你要處理你裡面 那個電磁性的頻率的震動 是一個處於怎樣的狀態 OK 那你說 那我怎樣可以知道呢 那如果你說 真正正正 要發掘到這麼深的話 需要療癒師去幫你 但是如果你說 我小小小小 自己慢慢慢慢 逐層逐層去做的話 那我就可以剛才的方法 你首先要知道 究竟我存在了 這個Pattern裡面的情感 這個頻率的震動是什麼 OK 可能我說 我不停 用我自己做例子 OK 我不介意用自己做例子 欸 我一向呢 都會和人合作的時候呢 到最後呢 都會有一個 鬧翻的情況出現 我之前 OK 之前已經試過幾次了 可能一路試幾次的時候 都不覺得這個是Pattern 覺得自己是受害者 覺得自己是無辜的 或者覺得自己是被傷害的那個 OK 去到後期的時候 已經慢慢開始意識到這個Pattern 那我就慢慢回去 不是Point out 去看這個人怎樣對自己 而是究竟我這個能量的頻率 震動的發放 怎樣吸引這些人 同樣地對回自己 咦 將自己的手指Point in 去自己 去看回自己 我究竟存在了一個怎樣的頻率震動 去吸引這件事發生 OK 好了 我就靜下來 跟著就想 咦 慢慢呢 因為我就可能有做開了 如果你說沒有做開的 你可以慢慢自己練習靜下來的時候 你會慢慢有多些 多些這樣的資料 接收到 但是如果你慢慢 我靜下來的時候 已經可以接收到 原來這個 和我 自我價值有關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我自我價值 不夠高的時候 我會不停被否定 那所以呢 當我一合作的時候 我就會很怕 別人看我自己不起了 原來我存在一個這樣的頻率震動 我怕自己被看不起的一個頻率震動的時候 我就會吸引一些 真是看不起我 或者吸引一些衝突 在我面前發生 真是要令到我感覺 被看不起了 聽不聽得明白的意思嗎 那所以呢 這件事呢 必定不是關外在的事 一定是關你裡面的能量頻率的事 咦 我慢慢開始了解 我這個否定 自我價值 有出現 令到我不停吸引 這些爭吊出來 令到我真的感覺到這件事之後 我就真正正正可以面對這件事去處理了 OK 針對這件事去處理的時候 我就慢慢再沉根 再下去沉根 就是說 咦 我這個自我價值 不夠高 這個否定 被否定 的感覺 是哪裏出來的呢 哦 原來是我媽媽 由小到大 都是覺得我不夠人厲害 我不可以 好像別人那麼好 別人一定是最好 我永遠都是不好那個 咦 慢慢慢慢再發掘 咦 很多人就說 咦 我發掘完了又怎樣 其實當你在發掘的過程裏面 其實你內在那個頻率的震動 那個電磁性的頻率的震動 已經在改變當中 因為 我剛才所說 自我療癒是什麼 就是一個了解自己 面對自己 和發掘自己的過程 那所以呢 其實剛才我講這一堆的東西 其實你已經不停在轉變 你的內在的自我頻率 那所以呢 大家如果真的很想 在這個自我療癒 去改變自己的模式 必須要慢慢慢慢深入去 再內在去看自己 其實存在了一些什麼的震動 那 哇 Slanky解釋得非常之詳盡 簡直是整件事解構出來 那 其實很簡單地說 就是說 其實自我療癒 就是 有時候簡單到就是 當你知道事情的源頭是什麼 嗯 就已經開始解構了 就開始 那當然 第一件事就是 譬如說我上次 我們在餐廳 那你講我 我講了某個問題 是 然後你講我聽的原因 那你在那裡 就這樣 啊 Sla 你是不是什麼什麼 這樣 因為太私人了 又不想說給你聽 不說給你聽 那樣 但是我就馬上 然後就飆出來了 因為 當你解釋到那樣東西 是真正的答案的時候 是 你會 我們會 你會 你會 你會流眼淚 會為你求饒 會哭 甚至會想吐 是因為 其實整件事都是自己玩自己 然後接著發現 蛤 原來是這樣的原因 然後你會 唉 我搞錯玩了自己這麼多年 就是 例如是這樣 或者是 真的真的會吐 或者真的會跪下 哎呀救命 我以後不玩 會有些辛苦的感覺 會覺得很辛苦 會爆哭 嗯 這樣 但是當我們找到源頭的時候 其實 不是醫了100% 都醫到九成了 是啊 因為其實你 又回去之前 就是當你了解到源頭 從哪裡來的時候 其實又是回到接受那個過題裡 是啊 因為其實 是因為我們不接受 不接受的時候 就覺得這是一個問題 但是當你慢慢 從心而發去接受這件事的時候 那你就慢慢真的 在移動你那個能量的頻率 那你當你一直移動你的能量頻率 那你當你一直移動你的能量頻率的時候 你就真的回去 可以創造我究竟想要一個怎樣的外在的環境 那我記得上次很有趣的 我講我自己家族的一些問題 我看到的東西 那跟著我就說了一件事 就是 我問為什麼我這麼久都沒有結婚呢 其實很小時候拍拖 十三歲的拍拖 我一輩子都有拍拖 那我這個愛情動物 跟著我說 因為我不想像我父母的某一些東西 因為我覺得我父母很感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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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 然後我記得你說的東西很棒 那你說 那怎麼辦呢 我怎麼可以 我也是問這個問題 我怎麼可以打爆這個模式呢 接著你說 接受吧 接受吧 接受 你就是有可能跟你爸爸媽媽一樣 如果你真的跟你爸爸媽媽一樣 怎麼辦呢 接著我就 我第一個反應就是 蛤? Oh shit 沒了 然後第二件事我想 其實沒問題的 因為我看了一次的了 我已經看了這齣戲一次 其實如果這件事真的發生在我身上 某一些我父母的婚姻的模式 發生在我身上 其實我已經知道完全 我劇情要怎麼演 那又有什麼問題呢 然後接著我又覺得 OK 我突然有一個時刻 我記得那個希望就是 唉 好吧 你來吧 然後那個時刻 我也知道 他不會來 因為我已經接受了 因為我已經接受了 這件事我這麼不喜歡 我抗拒了二十年 三十年 四十年 幾十年的事 我不想它發生 我不想它發生 每一次我不想它發生 它就是發生 然後我突然間有一個時刻 我覺得 其實如果我要重蹈覆轍 我要重蹈我爸爸媽媽的圖案 又如何 起碼不是重蹈你爸媽的圖案 我又不知道是什麼 我又沒吃過 起碼我爸媽那一套 我吃了一次 再吃我一次 我突然間有一個時刻 我覺得 It's okay It's okay 如果真的要發生 那就發生 為什麼要抗拒愛情 為什麼要抗拒關係 因為不想 去repeat這件事呢 大家聽明白嗎 而是去過那個時刻 當我接受的時候 immediately 立即我就知道 這件事不會再發生 嗯 因為我已經接受了 是傳言的接受了 你來吧 還有接受呢 另一件事就是放下 OK 當你接受的時候 你就會有很多事情 你會肯放下 當你一放下 又肯接受的時候 你內在一個轉變的時候 他外在的愛情的關係 或者各樣吸引回來的一個男士 都會有不同的一個頻率 因為他內在一定有改變 因為他肯放下很多事情 OK 這樣就是 是啊 所以都 是好玩的 因為 我們經常都說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經常都會覺得自己很無力 因為覺得 我生活了很多年了 但是我永遠都會覺得 又是這樣 又是這樣 我永遠打不赫 但是今天希望大家 聽完 看完這個節目之後 其實你所有 每一分每一秒 其實都在自己的掌握裡面 只要你尋根 肯面對 肯接受 就可以回歸到 我們一個最純粹 最高價值的一個 靈魂的一個安排 就是創造 是啊 希望大家都可以創造自己想要的人生 很有趣 去到我們第二次見面 就是你正式和我做一個 整兩個小時的療程 是不是 我當時 我記得一件事 其實我都在 身心靈哥 個人成長 或者靈性成長 有二十幾年的歷史 我經常解構我和我媽媽關係 不斷解構 不斷解構 但是去到上個星期 你和我解構我媽媽關係的時候 第一 我沒話說 Essa你什麼都不用做 我可以坐 我可以坐 又沒得 沒話做 坐在那 你在發工 你在做事 那由你不斷解構我媽媽的想法 不斷拆拆拆 不是拆 拆拆很久的 那我坐在那裡就是 其實我有一個問題就是 嗯 其實我自己抱著我媽媽的東西 嗯 媽媽走了 媽媽沒有說什麼 媽媽走了 走了了 走了九個月了 但是我發現 我自己抱我媽媽的東西 抱到想了人 抱到習慣了 以致我在那裡重複一些東西 在那些潛意識那裡不斷重� 沒錯 沒錯 然後我也想拆拆 但是有時候的東西就是 就是這樣說 以前有個古時有個說話 很喜歡說 就是那個大病象 由小被人綁住 存著在那裡磨米 OK 然後那個小病象 越來越大了 變成大病象 然後然後科技進步了 然後那些人說 不用啊 大病象不用你磨米了 然後把那個大病象 那條鐵鐵拿走了 然後那些人發現 那個大病象 繼續在那裡圍圈 在那裡磨米 縱使那個米 那個磨已經沒有米了 那個大病象還在那裡磨 為什麼 因為它從小到大 都是在那裡繞圈 就算那條鐵鐵拿走了 那條不是鐵鐵 那隻大病象還在那裡繞圈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Pattern 就是其實 爸媽已經不再可以 掌控我們的命運 不可以再掌控我們的生活 但是我們依然是這樣 有趣的是 就是當你上次不斷拆解 我媽媽在想什麼 她的掣肘 她的痛苦 她的成績 我突然那兩個小時就是 Oh my God 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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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說了 有一個moment之後 我不是完全聽得明白你說的話 因為我們有ADD 是坐到 坐得來就 唉呀 走了沒有 就是 坐不定 坐兩個小時對我們來說 很痛苦 很痛苦 我當時那個moment就是 這個遊戲玩夠了 我不要再抱著那些東西了 我要創造我自己的人生 我要創造我自己的夢想 夠了 嗯 還有是 那你那次做完 你看我雞飲腳這樣走 因為我真的覺得很辛苦 我死了 我在他的樣子看得出來 所以我出來的時候 我沒有問過什麼 因為我感受到你的能量頻率 就是 因為正常的 因為在我們人生 這個靈魂的層面 因為很多東西都會reject 因為如果我們不reject 我們就不會發生 我們還有那麼多的事 是不是 因為我們就是不接受 我們不肯放下 我們reject 所以我們才會發生 但是正正就是 我的療癒的過程 就會令到你真的 要看你的根源在哪裡 你的根在哪裡 所以 是會有些rejection 慢慢慢慢有些rejection 是很正常的 所以呢 我那天是沒有 他看到我是沒有說任何東西的 我記得我問他 你覺得怎樣 或者你怎樣 他雞一雞腳這樣走 我說 好吧 拜拜 因為很正常的 因為我做過那麼多個案的client 都很多時候 不是100%的client 都會立刻可以面對得到自己 要消化 因為一定要少許時間的消化 和少許時間的reject 慢慢慢慢地走前 所以我就問你 其實我有沒有事情要做 你沒有 你會做的 那你找到一些東西 你就會發解 我正好 不用我再開工 但是去到那個moment 我都覺得 既然我沒有事情做 只坐在那裡回答你問題 你問我我就回答 你在那裡回答 說話說話說話說 講很多資料給我聽 總之那個moment 我覺得就是 真的很夠了 人生這麼多年 很夠 還有那個moment 我做了個決定 就是讓媽媽離開 不要再抱著她 其實她沒有抱著我的 是我抱著她的 是啊 所以其實 我都說 每一個人做療程 反應都不同 有很多人覺得 是一個療程幫到她 但是很明顯 Esta 就是療程的過程 令到她自己開悟了一些東西 所以她也是 她也會吸引到我 去幫她做這個過程 令到她開悟 所以未必是療癒的療程 當然療程已經在能量的層面上 已經幫她拉出了那條根源出來 去調整那個能量的頻率 但是在她自己開悟那裡 是比較重要的 所以自我療癒 是真的自己要開悟 可以慢慢慢慢自己玩 這個人生 旅程 靈魂的旅程 嗯 OK 好了 那你現在又不 那說回你自己 我們講了這麼多 講了整四部分 那你又 現在不跳舞了 對嗎 但是為什麼你 什麼意思你決定不跳舞呢 因為 會 一來傷患多 那 之前跳舞真的會有很多傷患 很傷的 對 很多傷患 另外就是我會感覺 其實我以前喜歡舞台的感覺 是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自學價值低 我被否定得多 在台上我 所以 對 因為在台裏 我覺得在台裏那個不是我 那時候是 就是我另外一個我 在台裏表演 表演 然後很多掌聲 我可以得到很多自愛的價值 但是當我慢慢療癒了自己 在這方面 當然我還有一個過程裏面 但是當我療癒了一點點的時候 我就會發覺 其實我不需要這個舞台 而是我可以真正做一些 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當然跳舞 是我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可以再發展更深入 現在 所以做藝術療癒 療癒 自我療癒 會走得多一點點 我相反 可能你找到你自己的真我 就是 我不需要在台裏表現自己 去拿認同 要這個星光 然後你變成一個新生靈導師 我其實不是很喜歡做新生靈導師 我其實很厚實在台裏 我喜歡在台裏跟人有距離 我可以表現自己 還有我其實反過來就是 哎 教東西 我覺得 譬如這些 然後慢慢去一步一步 對我來說 是非常不耐煩的事情 我喜歡是 我的做回自己 就是反過來在台裏 然後我發現最近 我就create了很多這些機會 我在台裏 嗯 非常好 這樣的 這個也是你吸引回來的 一個 一個 一個外在的環境 那好吧 我們剩下兩分鐘 那就先買廣告 有什麼課程 你 其實現在都是在做一個 例如這個 月太能量交換器 對 的自我療癒工作坊 因為我標榜是自我療癒的 會在 初階四課 初階四課 初階四課裡面 會學一些什麼呢 就是我們 和宇宙這個關係 和我們人生 其實為什麼會出現 我們這個人生的 pattern 或者人生的一些事 那 關係是什麼呢 藉著在做這些作品的過程 會做一個療癒 以及會教大家 其實在從中 都會開發到自己 各自的一個能力 即是 簡單一點直覺 OK 因為經常都會說 直覺直覺 其實直覺是什麼呢 其實直覺就是一個 各自的能力 其實可以在做的當中 其實都可以開發 那如果要找你 是找你Facebook 還是Email 還是公眾電話號 是的 你可以 我想 Essa 可以在那裡打 我們這個報班的熱線 但是如果大家 不要找我 我記得 但是也可以在Facebook 找能量工藝社 又或者找我的Facebook 可以follow我 我們通常都會放連結 是的 大家就可以聯絡到我了 好了 今天 我們竟然做了四個部分 很多時候都不太多 很多時候都這樣 內容都很緊 很緊 非常之多謝 Smacky 接受訪問 還有我們三千個現場觀眾 是的 OK 謝謝大家 好了 我們今集要結束了 拜拜 拜拜